多伦多大师赛进行的如火如荼 在北京时间昨夜精晨的比赛中 南丹赛场多项赛事冷门叠爆 且看麦克唐纳德6比4 6比3卢布列夫美国小哥发挥虽然强势 但卢布列夫今年在大师赛上的掉线却是全面的 尽管蒙特卡洛夺冠终于拿下首个大师赛冠军 但其他大师赛的最佳战绩仅仅为16强 刚刚在欧洲红土喜获赛季第二冠 但转战北美印第就过早出局 达维多维奇比弗基纳6比2 6比1资维列夫在红土赛季夺得冠军的资维列夫 同样早早出局 比赛仅仅耗时60分钟便宣告结束 联想到6年前的赛事决赛 资维列夫还曾直落两盘击败费的乐夺冠 孟非尔斯6比4 6比3西西帕斯 孟少霞又回来了 尽管西西帕斯上周刚刚在墨西哥赛上 打破持续一年多的冠军荒 但排名已经跌落到276位的孟非尔斯状态回涌 涌夺职业生涯应第第350胜 其他难担赛过 梅德维杰夫6比2 7比5阿纳尔迪 作为本赛季获胜场次和夺冠数 都名列前茅的每一种 将继续巩固自己的领先位置 上赛季北美赛场不太如意的他 今年还有分数可涨 辛娜6比4 6比3贝雷蒂尼这是两位意大利新老一哥的首次交锋 最终还是状态根深一筹的辛娜完胜贝雷蒂尼 拉奥尼奇6比4 6比3丹尼尔太郎本土老将拉奥尼奇 继续上加发挥 挺进16强的他曾提到过该项赛事是其告别战 如若延续这样的发挥 当真还可在球场上继续发光发热 胡尔卡齐5比7 6比3 6比0凯茨曼诺维奇波兰大师先输后赢 决胜盘拿下凯茨曼诺维奇让对手吞蛋出局 下一轮将直面头号种子阿尔卡拉斯 这是两位麦安密大师赛冠军之间的直接对话 弗里茨7比67 3比6 6比3安贝尔美国一哥经历三盘苦战才降服对手 面对上周巡回赛打进四强的法国人 弗里茨差点阴沟翻船 德米纳尔6比4 7比5迪亚洛 上周吞下对阵西西帕斯十连败的澳大利亚人 这次没有让本土小将暴冷顺利晋级下一轮 下一轮的焦点对话由穆雷对阵辛娜 英国老一哥迎战意大利新一哥 辛娜这位被人给予厚望的球员能否在北美赛季再打出亮眼表现 去年可是在美网八强站险些淘汰最终冠军阿尔卡拉斯 来源网球之家作者罗承七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